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一元 今天我们来看幸福王国的KVK了 那我的频道也是好久没有爆其他征服赛季的KVK了 所以我们要看就直接看大牌的 包括有860 302 786 945 可是今天的战斗是786跟302针对945来打 他们是完全不去理睬860的 所以786是往下跑 然后945是往左边跑 这边是302 他们是往右手边跑 不过明显看到302是已经出军了 来势凶凶势必要把945给打掉 虽然302没有在我们这一区拿到奥西里斯联赛冠军 但是他们能打进四枪也证明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 那他们双方都丢了三个宝 但是786这里的情况呢 看来945是不想打理他们的 甚至连关卡都没有拿下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主要的战场就是在302跟945这里 945为了确保能赢已经丢了四个要塞 302只是丢了三个而已 不过到了后来302又连续丢了两个宝出去 但是他们放宝的位置似乎是不太妙 假设说对方进去的速度够快的话 有可能这五个宝都会全部被烧掉 部队已经抵达要塞 抵达要塞之后他们有缓缓的往下走 看来他们是要去到战争地点 后来他们选择了在圣堂作为交战点 双方人马集合之后就要正式开战 在开战之后原本一开始302的野战是比较有优势的 因为可以明显看到945他们的统帅大部分都是三代以前的统帅 不过到了后来有可能是945他们的人数比较多的关系 最后把302给推回去了 甚至到了最后他们是直接把302推回去302的领土上面 以旗帅的进度来看的话 945的进度是比较快一点的 上面的旗帅也是要连接上要塞了 不过302的野战被推了 一波之后可以看到302的要塞上面全部都是95的人 这个画面看来他们的人数确实不小 虽然302上面的旗帜还没有建好 但是他们的部队已经搬过去945的要塞前面打架了 至于下面的情况 302重整队伍之后又把部队全部搬来这里打野战 至于其他阵营的情况 可以看到786这里是完全没有战争的 甚至他们已经打到敌方的门口前面去了 因为945如果要打败302的话 他们必须要全员专注在打302 不能分心跑去打786 所以才会看到这里被吊打的画面 再来我们去看一下860的情况 这里呢他们可以说是爽拿了两个官司区域 因为302跟786根本不想跟他们打 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看到945的旗帜是要连接上302的要塞了 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945的野战部队是比较多的 待会945的解决部队一抵达现场 我觉得这个要塞应该是守不住了 不过可以看到302的部队是极力的反抗945的攻击 就算双方的统帅上面有差异 但是945的人数毕竟还是比较多 恐怕这个要塞也是凶多吉少了 不过说实话302的号召力是真的很强 在短短的不到6分钟之内 我可以看到他们的队伍从原本的只有几队 到现在整个画面都是他们的部队 这操作真的是要指挥官跟队友配合之下才可以表现出来的 假设说他们的队友是足够的情况下 一直持续这样子配合 这个要塞是可以保住的 稍微转一下画面我们去看上面的情况 上面的情况就似乎不太乐观 可以看到整个画面上都是945的人 这样看起来302的人似乎是不多的 他们已经把大部分的成员们都调动去下面帮忙打野仗了 不过也多得这条河的关系 所以302这里要被进攻的话 其实对方也是要蛮麻烦的 因为他们要绕过这条河要走小路 在他们走的这段期间之内 可以调动过去下面帮忙打了一波之后 再回来帮忙也可以 那这样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把全部部队都调动下去帮忙打架了 不过我认为945与其有时间在上面等旗帜烧完 为什么他们不要把部队派遣下去帮忙呢 老实说这里302的成员们并不是很多 但是明显看到945这里的人数是大于302的 到了后来302又调动部队上去帮忙打架就变成这个画面了 945的旗帜是已经被烧掉并且整个画面上几乎都有302的人 那很不幸的302原本下面有五个要塞 现在只剩下三个要塞而已 两个要塞是已经被烧掉了 也可以看到945的旗帜进度是真的非常快 就要连接上302的旗帜了 但是302刚刚守住的要塞现在还存在 只剩下11分钟就能建好了 到底他们是能守住呢 还是这个要塞在11分钟之内会被打掉呢 到最后只能说很不幸的 虽然302是已经搬了大量的部队过来帮忙打野仗 但是你们也看到这个密密麻麻的画面了嘛 就算302他们要补要塞 或者是对方要补集结都是非常麻烦的 并且我这个画面是已经开了简化模式 所以你们就可以感受到先锋王国是多么的夸张 所以到最后这个要塞也是没有守住 剩下的两个要塞有一个要塞是已经建好了 另外一个要塞还没有好 不过以趋势来看的话302那边似乎不太乐观 现在既然旗帜已经连接上了 只能看双方的集结住房统帅比较好 还有野仗部队谁能推得动 不过在一开始我们就看到945就已经犯错了 他们用8加而来做住房 这一点相信有看我直播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945他们会时常用一些奇怪的 也不能说奇怪 就是不是我们现在趋势的搭配做集结或者是住房 导致很大部分的情况下302的报告都是赚的 地图走势很明显的 945的其实是显然多了很多 比较麻烦的是上路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中间卡了一条河 但是相对的你要在这条河拖延时间是最好的 所以他们大部分重心都不会放在上面这条路 相反的下路的情况就明显多了很多野仗部队在推 不过确实我发现到945的人数是比302还要多出很多的 目前945也是一直疯狂的插旗帜 能见多少就尽量见多少 完全不给302有机会入侵 看来这场仗也是要连续打好几天 到了后来945是直接绕过302的旗帜打算要去打他们的屁股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红色的旗帜是没有连接上紫色的 他们是把旗帜一直往前见到302的后面去 避过他们就是为了不要在中间交战把他们的旗帜给打掉 上路的情况依然保持不变 假设说945真的是从后面断棋成功的话 恐怕302就要败退收场了 这就要看302会不会调动部队下来拦截他们的旗帜 不过看到302的领土上有大部分玩家是已经开了泡泡 并且这里的人数并没有很多 那会不会这个旗帜就这样子消失不见呢 302这里放的要塞还有30分钟才可以建好 302到底能不能守住自己的旗帜反攻回去呢 还是败退收场 更多精彩的画面我们下集再续